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随医院纳入强制检测 黎晶花园第六座龟民尿载研 政府说已经将过去几日四百八十几个 在轮候的密切接触者送去检验 而未来会改善诵检流程 美国批准紧急使用莫德纳药厂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看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再多一百零九人确诊新冠肺炎 本地感染占一百零二宗 次十二宗熟源特不明 柴湾警察院多一个单位有人确诊 要纳入强制检测 另外多五在大楼出现多宗个案 至初步确诊有七十几宗 柴湾警察院再多两个人确诊 屋苑至今一共有六个单位有人染疫 最新出现确诊个案的单位和之前其中一个有住户确诊的单位属于同一座向 两个单位相差八层 当局要求指定日子在那个屋苑逗留超过两个小时的人需要强制检测 这种情况在其他大厦都有很多的 就是两个单位是同一个座向 所以可能都很难说是否真的有关系 当然如果我们再见到有多些情况 就可能就要看看是否要找专家去看一看 另外当局公布再多五栋大厦有三个单位有人染疫 其中富山村富人流和军益二旗D座各有八个人确诊 而石离尔村石榮流和平田村平成流分别有四个人染疫 而旺角sky park有五宗个案 涉及的三个单位有两个是同层 新浦江比利沙唱歌教室再多两个人中招 沙田一田百货群组亦多五个人感染 东头村贵东流和彩云村明丽流分别新增一宗确诊个案 早前有多个人确诊的麗征花园第六座 当局说相关人士需要在星期日至到未来的星期四 接受第二次强诊检测 另外律敦寺医院一个护士 星期二去到一个97岁女病人的家居探访 期间病人需要接受氧气治疗而没有戴口罩 那个病人两日之后初步确诊 护士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检疫 医馆局说那个护士当时有专带合适的防护装备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英报道 近日大批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 轮后进入检疫中心 有人在等候期间死亡之后确诊 政府说已经将过去几天超过480个 轮后近的人送入中心 而未来会改善流程 目标在两天内将密切接触者送去检疫 近日一个62岁紧密接触者 等候大概三天都未能送到检疫中心 之后死亡并且确诊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说 相关的工作由卫生署检疫小组负责 他说今次事件其中一个原因是人手不足 最初的时候可能希望可以自己处理到一些个案 但谁知道可能忽然间 有些大厦有几百个案件又要进来 在不同的工作的环节 其实都可能会是踢脚的 还有当突然间有多人 所以我们也请卫生署 如果是人手短缺的时候 他一定要出声 政府说下午已经将超过480个 过去几天等的紧密接触者送去检疫 只是剩下极少数有特殊需求的人 有待处理 处理的那些你可能未必相信 那些宠物 它没有人理会那只猫 那只狗只找尿户处徒事 或者找亲戚朋友照顾 它要干排这些东西 有些花草都要跟它打理 将来如果是收到那个 所谓的检疫令 的话 我们尽可能一至两天来就入中心 我们的目标就是24小时来 接触到那个事主 他说日后这一类的行动会由医疗辅助队 消防等等负责 舒缓人手紧张 他又说足高湾的检疫中心 下个星期再多850个单位投入服务 今个月底亦都多一间指定的检疫酒店 提供大概700间房 母线电视记者杨佩斯报道 警方通缉昨天逃离伊丽莎白医院的 新冠肺炎确诊者 医冠局说那个患者病情稳定 没有病征 但是住院期间多次不合作 包括离开过病房 穿着保护医的警员 去到逃离医院的63岁男人李云强 部住的花园街198号寓所 但是没有人应门 消息指他是独居 当局未能联络他的家人 在伊丽莎白医院 保安未见明显加强 据了解李云强在B座10楼的单人隔离病房留医 他由病房走到去那层的电梯大堂 一共经过四道门 远方发现他逃走之后 曾经纯闭路电视追寻 但是没有发现 医管局说可以透过 没有录影功能的中央监视装置 观察隔离病人的情况 而李云强病情一直稳定 没有病征 但是住院期间多次不合作 包括离开过自己的病室 同事都已经交了牢 都知道了 都有看着 不过可能他都是比较快 同事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在忙 他一看到就已经追出去 不过都追不到 病房都是医治病人的地方 平常行常我们都不会特别有保安 住守每个病房 又在公立医院隔离病房做事的工会代表说 阻止确诊者逃脱有一定难度 那个同事可能穿着一套污了的衣服 走回出来出来跑的 所以他一定要在中间隔离 然后可能又要穿着新的 他这样冲出来 你都是远距离害住他 阮方说李云强大约1.6米高 中等身材 黑短发 离院的时候穿着病人衣 蓝色的外套 呼吁市民如果发现他 要通知警方或者医院 预防复控制疾病条例有条文列明 任何在医院被检疫或者隔离的人逃走 一经定罪 最高可以被罚5000元和监禁两个月 胡小远之记者 刘俊玉报道 政府说正是检讨是否延长防疫措施 强调要继续减低人流和聚会 才有望控制疫情 政府因应疫情转出严重而收紧的防疫措施 星期三平安夜前直戒门 政府说防疫措施处于7月那时最严厉的水平 但人流还未减减到当时的情况 只是检讨是否延长 有些专家说可能已经见顶了 但回落的速度似乎不是很快 在聚集聚会尽量减低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补到 是没有一些大型的爆发 其实那个数字是会一直控制得到的 但如果我们再有大型爆发 又再去爆开的时候 这个数字除了会上升之外 那个回落也会困难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 限聚令等告票今天增加到5000元之后 去到星期四一共发出118张 另外有7间食肆 没有展示安心出行二维码也被票控 张建宗说防疫不能单靠政府 市民也要自律 他呼吁市民冬至 圣诞节假期时减少聚会 无线电视记者黄善后报道 美国单日新增26万宗新冠肺炎确诊 累计近1790万宗 32万人死亡 当局批准紧急使用 莫德纳药厂研发的新冠疫苗 成为当地的第二款疫苗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相隔一个星期 第二次为新冠肺炎疫苗开绿灯 美国莫德纳药厂疫苗 莫批准紧急使用 药厂计划这一两天 出货590万剂疫苗分发全国 预料月底前可以提供2,000万剂 臨床测试结果显示 莫德纳疫苗有效率接近9成半 没有严重安全问题 只需要储存在零下20度 比起首款莫批的辉瑞疫苗寬 有利运送到乡郊医院 食药局局长哈欣就强调 两款疫苗先后莫批 相关科学审核过程 都是公开透明 美国各地民众 就继续接种辉瑞疫苗 副总统彭斯夫妇 在华盛顿接种的情况 更由电视直播 他形容疫苗在短短一年内 研发使用是奇迹 多名国会领袖 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罗尔分别在网上公开 自己接种疫苗的图片 不过曾经确诊的总统特朗普 还未接种 在当局陆续分发 辉瑞疫苗之際 二十几个州就说 疫苗负运量比预期少 以佛罗里达州为例 当局最初说 未来的星期会收到二十万剂疫苗 但预计实际可能不够十三万剂 华盛顿州就批评卫生部门 没有解释为何会那么少 辉瑞就强调 疫苗的生产没有问题 也没有延迟出货 但药厂未收到当局指示 所以将几百万剂疫苗 储存在货仓 母纤电视记者朱小伦 又四一会儿回报道 张建宗说他相信大部分 收到政府生产量防疫抗疫资助的公司 都不会结业 美国将七十七间企业 和附属公司 列入贸易黑名单 其中六十间是来自中国 政府推出新一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相信 大部分企业收到资助后都不会结业 他又再重新 不会再推出保就业计划 立法会财委会 未来星期一召开特别会议 审议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 六十四亿撥款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形容 业界对政府的措施反应大致正面 对于有意见质疑资助 最终只是能够用于交租 受惠的是业主 也难以确保受助企业取得资助后 不结业 他这样回应 他又说资助分两期发放 是令受助企业有有因经营下去 对于有业界建议一次过发放 他说若涉及金压势 已经会这样做 张建宗强调 今个财政年度赤字已经超过三千亿 重新不会再推补就业计划 要推失业援助金也有困难 但长远会研究有没有方法 识别和支援自顾人士 无线电视记者张永恩报道 再多十个港铁站设置新冠病毒 让本包自动批发机 给市民用八百通免费领水 太子站是其中一个 上午来拿样本包的市民不多 港铁派职员协助 职员说九点多已经派出大约一百个 另外九个新增自动批发机的港铁站 包括有 由沙基湾 湾仔 西营盘 河文田 啟德 烏溪沙 泉湾西 上水 和东涌 连同早前十个车站 港铁目前有二十个车站设有自动派发机 民主派区议员说民政事务总署阻楼推行抗疫活动 民政署早前表示过去两个月提供大约一千七百万个口罩给区议会地区团体等等 由民主派区议员组成的十八区民主派联络会议说只有个别区议会获发口罩 例如黄大仙区议会就没有收过 他们批评政府没有公开派发的准则 而部分区议会九月通过招标买口罩 当局一直拖延执行 对于当局说今年一月有区议员助理担任负责人的团体 申请超过四百万元抗疫撥款 但没有申报涉嫌有利益冲突 有区议员说当局抹黑 假设你是和那个团体有利益冲突 甚至是会员也好顾问也好 你是需要离职 你是需要备职 不能够讨论 不能够投票 如果这些高标准的准则 都可以做到闭门做居的话 我相信是极之高难度 所以更加证明的就是 民政事务处我不理解 他是没有在开会 没有坐在一起开会 还是他在开会也好 他明知而说大话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 立即释放12个涉及刑事案的香港人 特区政府说 坚决反对美国官员的言论 蓬佩奥在社交网站表示 12人所谓的罪行是逃离暴政 形容中共政权正是将香港变成东柏林 阻止人民到其他地方寻求自由 特区政府回应说 12个逃犯是通缉犯 以不合法的方法离开香港 逃避法律责任 他们在内地水位被内地执法部门拘捕 内地机关正是处理案件 特区政府不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车区的执法和司法工作 等内地当局处理有关罪行之后 会要求将他们送回香港 再追究在香港涉嫌干犯的罪行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测院日前起诉其中10个人 其余两个未成年的疑犯会责任举行不公开停静 美国商务部将77间企业和附属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 当中包括60间中国企业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形容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差 呼吁美国以对话协商取代制裁 再有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 包括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和全球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等60间中国企业 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最新举动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发声明 说有关企业的行径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利益 包括助长侵害人权的中国企业 支持南海军事化和非法海事主张 相关企业已获取美国的技术 零件支持解放军项目 又参与蝕取美国企业或者个人的商业机密 罗斯又说商务部将会采取行动 确保依照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原则 开发和生产的美国技术 不会用作恶意或者滥用的目的 被列入贸易黑名单的企业 会被美国实施出口管制 如果要入口特定的商品或者技术 必须先取得商务部许可 在北京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美国亚洲协会 举行视像交流会议 就敦促美方停止利用国家安全概念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说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 打贸易战无赢家 应该以对话协商取代 针对中国企业的单边制裁 呼吁美方应该回归离成 王毅又提到 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损害中方利益 干涉中国内政 令中美关系跌入建交以来的低点 王毅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全球 必须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 尤其大国更加要为此发挥表述作用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导 欧洲多国收紧防疫措施 又试一会儿回来会报导 内地会在这个冬季至未来的春季 优先为高风险人士注射新冠疫苗 又会看看上澳五号 从月球带回来的土壤样样本容器 新冠肺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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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在今年冬季到明年春季 优先为从事进口冷冻食品 口岸检疫 船舶引航 航空空勤 海鲜市场 公共交通 医疗疾控等 感染风险比较高的工作人员 和前往中高风险国家 或者地区工作和留学的人 接种疫苗 在疫苗生产和供应能力提升之后 会展开第二步方案 即是为长者和长期病患者等群组接种 最后就是普通居民 目标是通过主动免疫方式 建立群体免疫保护力 接种之后 是否就可以脱下口罩生活 首先要强调一点 因为这个病毒发现的时间 还不到一年 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疫苗 能够保护多长时间 是为时过早 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疫苗 受保护率达到百分之百 所以 而且特别是在当前 这个群体免疫苗 还没有坚定起来的情况下 我们建议即使打了疫苗 那么这些防护措施 仍然不减 这样更好的保障大家的安全 东局说已经要求地方部门 安排接种点 以预约的方式 考虑设立临时接种点 或者上门打针 国家卫健委说 内地自今年7月起 已经完成一百多万劑次疫苗 緊急接种 至今未发现有严重不良反应 而疫苗的保护期 就基本达到世卫要求的半年以上 又说国药终生的两款新冠疫苗 还有特区政府预订的科兴疫苗 在境外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 都未出现严重的安全隐患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郭永恩报道 北京市新增两宗本土新冠肺炎病例 都是庆丰包子店、酒仙桥分店的员工 庆丰包子店因为2013年国家主席 习近平亲临用餐而文明 有员工确诊之后 包子店和附近十几间店铺暂时关闭 楼上的一间酒店列为中风险地区 居民跨省出门将会受到限制 两个分别46岁和48岁的确诊女员工 星期一曾经与境外输入的患者接触 在第二次病毒检测程阳性 送到地毯医院治理 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 在广州出席一个研讨会的时候说 目前内地疫情风险 包括境外输入和环境传播 需要运出规律 研究预防的措施 上岸5号返回器在北京开仓 多个工作人员合力拿出 再有月球样本的勇气 经初步测量 上岸5号在月球封部阳一共採集了 1731克月球土样样本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在国家航天局出席月球样本交接仪式 并为月样揭幕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劍 向中科院院长候建国移交样本容器 和交接样本证书 中科院之后将月球样本容器 送到国家天文台的月球样品实验室 有保安人员持枪戒备 案计划样本容器会在实验室里面 接近月球真空环境的解放分装操作台开封 之后会转到淡气环境储存和处理 减少地球环境对样本的影响 国家航天局将专门印发月球样本管理办法 和后组管理政策 并将向国际同行发出征扎 月球样本分析的相关方案 并组织科学家对方案进行轮选 展开共同研究 近年去到台湾升学的香港学生越来越多 毕业之后也有人选择留在台湾工作 但是要顺利找到工 并取得当地的居留权 也有一定的挑战和门栏 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中华港澳自由协会近日举办多场论坛 找来在台湾大学毕业的港澳生 为有兴趣留台的师弟妹讲解注意事项 港澳学生毕业之后 预生达到当地最低薪资两倍 支入大约是一万二千元港币 就可以申请入籍 拿台湾身份证 但有过来人提醒 评点制要求任职工厂 和毕业学科相关 企业的营业额等也有一定要求 和要小心因为串工造成连资断楼 如果我从A公司 跳到B公司 这两家的工作证只要断了一天 连资全部重算 因为他是连续工作五年 近年也有非台湾读书的香港年轻人 有意到台湾工作和定居 但门楼更高 有港人在台团底触请 放宽港人赴台工作和定居的限制 也许可以考量台湾自己本身的 一个就业或者是人口的分布 以及台湾外部的处境 在法规上 还是可以做一些灵活的调动 也有评论说 台湾人口老化和小此化问题严重 应该调整移民政策 积极吸引港澳等地的新力军 报线电视出台湾记者欧国强德 转看看其他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 不符合当地审计要求的中国上市公司 可能被除牌 法案继5月在参议院通过后 月初亦都获得众议院通过 规定如果当地上市的外国公司 连续三年未能够符合当地的审计要求 将会禁止有关公司股份在美国交易所买卖 法案由要求外国公司必须证明 是否由外国政府控制 法案被指针对中国企业 中美在企业财务审计争持续多年 中方以防止泄漏机密为由 拒绝给美国审查中国企业的会计文件 中方早前批评有关措施目的是打压中国企业 美国国会参议院審议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 因为有共和党参歧视和反警暴示威时使用过分武力 市长说会改善 一班圣诞老人去到美国阿拉斯加州偏远村落派礼物 回来新闻时间 公立医院处于冬季服务高峰期 截至午夜整体内科病床占用率百分之九十六 但有五间日比率超过百分之一百 博外医院病床使用率最高达到百分之一百一十二 大埔拿打素、伊丽莎白、名外和屯门医院 内科病床占用率介乎百分之一百零六至一百零九 另外昨日有三千八百五十人次到急诊室 伊丽莎白医院最多人有三百四十五人次 各医院一共有八百六十七人次 经急证室转入内科病房 油康体业团体说 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未有全面资助业界 要求政府国大资助范围 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 政府估计有一万个注册教练 可以获一筆过七千五百元的补助 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委说 只是占整体从业园大约四分之一 不少教练并不是本港注册体育总会的教练 未能够受惠 建议政府接受由本地或国际认可机构 发出的教练证书和导师服务协议书 场地使用纪录、出粮纪录等 作为申请抗疫基金的证明 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总会 有很多不同的教练 其实都是符合资格的教练 但是NSA并没有放在名单里 结果就算交齐所有其他所有文件都好 同样都申请不到 有团体调查发现 超过六成受访的劏房住户 单位内的污水渠发出臭味 担心造成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 关注基层转屋联席 本月11日至17日 以网上问卷形式 访问171个住在劏房的住户 了解居住、环境安全和维修等情况 超过六成受访者单位的污水渠发出臭味 也有近五成八单位的天花、喉管等出现滲流 团体说部分的单位污水渠互通 而且未有安装格器装置 担心会造成病毒传播的风险 提醒住户如果污管发出臭味 又或者漏水 应该尽快要求业主处理 美国纽约市调查报告指出 当地警方今年下 看看天气方面 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 天气寒冷 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2度 新界再次